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涌》频道,今天是2024年4月16日,第1206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血流圣河,何其壮观》啦! 在我们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在这里呼吁各位,如果可以的话,给个like啦! 或者将我这条片分享给你的朋友,以及订阅我这个频道,就在这里多谢各位啦! 我们今天要讲一讲一些新闻,因为这些新闻我觉得很有趣,要和大家谈一谈的! 就是这个国统局今天公布了GDP是连续三季加速的,第一季的GDP,即是今年,按年增长5.3% 比我们之前所有市场预计的都要好,因为市场预计大概是4.7-4.8,应该是不达到5%的! 但是出来的结果,非常之好,5.3%! 那么高于前面那一季的大概5.2%的增长啦! 所以呢,是好事来的!按季来计的话,就只是增长1.6%! 不过也没所谓啦!至于,这一件事就过来啦! 在3月底为止呢,这个失业率呢,就去到5.2%!上个月呢,就5.3%!好了喔! 是不是?所以理论上呢,多人有事做的话呢,应该是生意好了很多的啦! 那这个国统局表示,第一季的国民的经济实现呢,是良好的开局来的! 但是3月份这个工业增加值呢,按年就增加了4.5%! 都是增加,不过呢,就是低过预期的增长啦! 那至于3月份这个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按年也都有增长! 增长了3.1%! 那就低过这个预期的4.8%! 不过呢,今早最好笑的呢,就是听清姐的节目啦! 但是我不是听很多啦! 不过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个题材呢! 那两个主持可能说漏了口啦! 那就说,咦?如果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不是增长那么多? 那为什么第一季的GDP又会增长5.3%? 那我说,哎,大件事啦! 这些人乱说话,死定啦! 明知这些话不能说的嘛! 那有5.3%就收货咯! 千万不要再乱去猜啊! 猜错了,很大事的! 那我们今天的恒生指数呢, 就没有因为这个中国的GDP的增长5.3% 而有提升的,反而呢,就跌得2%! 越来越近,哇!真是红当当! 死了很多人啊!血流成河啊! 今天恒生指数跌了351点, 现在报约16248点, 已经非常接近危险线的这个16点啦! 如果跌穿16点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害怕呢? 也不用怕啦!现在都跌到这样了,有什么好怕呢? 每日的成交金额,今天啦! 就有1,145亿,那是挺好的! 因为呢,都沽压厉害嘛! 那,还有一样东西,如果中国的消息是这么好的话, 那我又想知道,为什么上证和深证指数今天会跌得这么深的? 因为我今早上试过呢,没有跌得这么深的喔! 到了下午收市的时候回来呢,哇! 深了这么多的! 那到底,这个中国的第一季的GDP5.3%! 为什么没人支持的? 会不会是迟一点才支持呢? 可能今天,大军未到而已! 明天有国家底涨进来的话呢,可能就不同势的啦! 我们唯一可以这么想,才能平衡我们的心理的而已! 我们对上一集,就是1,205集啦! 就讲这个周大福啦!和这个新世界啦! 两家公司的股价创新低喔! 那怎么办呀? 不过,新低之中呢,还有更加新低! 因为今天我们香港股市不好嘛! 那跌了三百多点的话,这两个又怎么能够能够僥倖生存到呀? 没可能的! 那所以你看到新世界呢,就跌穿了百元! 正正式式今天收市啊! 昨天还是死都守着百元! 那今天早上呢,原本也挺好的喔! 人跌呢,他还可以强行升上去! 不过,后面不行啦! 是抵不住了,抵不住啦! 那收市的时候是七九毫半啦! 而且市值呢,仅仅守得住这个两百亿! 其实是两百亿点可以让他进入这个蓝筹股的行列啦! 这件事真是想来想去想不通的! 那这个周大福呢,今天也要跌啦! 那跌的幅度呢,就比这个新世界还要多些咯! 那现在呢,那个市值呢,就勉强的守得住一千亿! 那我也说过啦! 他最低的时候,股价可以跌到五个多楼下的嘛! 那所以现在十个多的话,不知道啊! 那个市值不靓的话呢,也很麻烦! 希望今年呢,周大福可以靠他的业绩呢! 即是有一个好的业绩能支持的话呢! 那这个股价呢,就可以守得住啦! 如果不是的话呢,也很麻烦! 好了,各位!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间公司呢? 因为今早早我听到这间公司呢, 我突然间去查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间公司就叫做时代中国啦! 哦!原来这间公司呢,那个做生意的地盘呢,就在中国里面的! 那主要呢,是从事这个物业开发啦! 这个城市的更新的业务啦! 即是旧楼换新楼啦! 另外呢,就是这个物业的租赁啦! 那其实来说,咦!不是这间内房股? 不过这单呢,就是比较细细的啦! 那为什么细细都要说呢? 原因呢,就是跟我们香港的银行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中国时代编号1233呢,就公布啦! 他说,最近呢,这个恒生银行呢,就向这个香港的高等法院呢, 就提交了一份,对公司的清盘的情情! 那分别呢,就为了一笔,港币13.5亿元 和另一笔7.3亿港元的公司财务责任, 哇,加上了20亿的哦 那要清得你盘的话 这个恒生银行应该是隐无可忍的了 所以高等法院现在就说 好啦,那要提出第一次的聆讯啦 排期啦,排到7月3日啦 所以就有排期啦 不过这家叫做时代中国呢 他就说不行,一定要寻求这个法律 坚决反对这个程庆 就是不要申请我破产啦 嘿,如果你有钱还的话 别人得管申请你破产吗 那你还钱才行的啊 问题就是这家公司呢 今早早啊 一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呢 我看着这家公司的股价呢 咦,不是跌得很多的哦 跌了3.7% 还有22.9% 想着也挺好的哦 但这家公司其实呢 你看看市值啊 只剩4.8亿而已 4.8亿,大佬 你恒生银行一间你都欠了20亿的话 人家不清理盘还等几时啊 是不是呢 好啦,到今天的收市你猜怎么啦 哈,厉害了 这家公司呢跌了接近37% 只剩15仙 创了历史的新低 现在整家公司炒完一碟呢 只剩3亿元左右而已 3亿1500万 那你说啦,你凭什么还钱啊 你凭什么坚决反对人家 你申请你破产或者清盘啊 没有的嘛 不过这件事呢 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说一家这么小的公司 恒生银行呢 都曾经借过这么多笔钱给他 这么大笔钱给他 哇,那其余那些 是不是比我们想象中 都可能会劲很多呢 所以呢 现在想着想着呢 大家在香港再投资的时候呢 一样东西都要小心 因为我也不知道 会哪一地方呢 会突然间出错的 所以呢 这一单就是其中一单 你说啦 是不是很大人害怕啊 今天香港的恒生指数的跌法呢 真是前所未见了 不过呢 也有三位幸运仪呢 在这个蓝筹股里面 这么多只里面 只有三只能升的 恭喜了 这三间就是 中石油 157 中国海外6800 和这个中国神华10800 这三间呢 是极为结出的 因为这三间呢 是所有的蓝筹股里面 只有这三间可以升的 那另外呢 要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呢 我几惊呢 是不够位置放下来的 因为这里呢 一共呢 有15间的蓝筹公司啦 他们呢 创了一年新低 三年新低 历史新低 哎,什么都有 总之你想得到它都有的了 那当然 上得榜的那些呢 大家都熟口熟面的啦 不用我再多解释的啦 不过呢 有两间公司呢 我特别喜欢看它 因为我常常都觉得 它们是 是孖宝来的 一间就是这个港铁 一间呢就是这个领展 那这两间公司呢 其实它的股价呢 都跌得挺小的 港铁呢 就跌到来三年 啊,其实领展也是啦 两间都是跌到来三年的新低啦 那港铁的只剩24元 这个领展呢 只剩31元 那这个情况呢 都挺悲观的哈 因为这两间公司呢 不知道搞下去会怎么样 尤其呢 在租赁方面呢 似乎内地又不好 香港又不好 那怎么算呢 哎,没得怎么算的啦 我们只能够呢 就是看一下它 到底迟些那份成绩表好不好 不过呢 大家不要抱着太大期望呢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呢 应该会是比较合理一点的 好了,至于呢 又有两间 一间呢 就是这个 若鸣啦 另一间呢 就是碧桂园服务啦 那其实这两间公司有什么好说呢 说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市值呢 喂,一间只剩127亿 一间呢 只剩147亿 这两间公司 怎么可以让它再留在这个蓝筹股的行列里面呢 喂,其实我们香港的蓝筹股 是不是应该要再调整一下 趁现在都血流成祸啦 是不是呢 都全身伤了 那不差再清掉那些鱼血 那就希望呢 一间公司 或者整个恒生指数那盘帅呢 撿回好一点 那才有些看头的嘛 这些这样的 现在都不值租的东西 摆进来又何必呢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的而已 都要成事才行的 总之告诉大家 今天呢 除了这些呢 是创新低之外呢 其余全部的股票都是跌了 只不过是没有创新低的意思而已 所以今天呢 跌得来说呢 都是全面的 所以 就血流成河咯 咯 接着来呢 就要讲这间公司啦 小米啦 你看看这两幅图啊 像不像样啊 是啊 很像样啊 没错了 一间呢 就是小米的苏七 一间呢 就是保时智的汽车 那大家看下去呢 哇 是不是真的很类似呢 所以呢 有时呢 有时呢 有时一间公司的CEO 他说 哎呀 我有心啊 要搞好这间公司啊 要创造另一个新的业务啊 其实没问题的 不过呢 给多点心机下去啦 不要经常这样抄了 人家五年前已经做了这一架车出来 喂大哥啊 你现在做这一架车出来 你摆明呢 就没心机做啦 哈 我不说他抄 起码我觉得他没有心机先 如果有心机的话 在其他地方 落下本钱 卖好一点的价钱 或者有些口碑就更好 你现在这样搞出来 说真的啦 这个保时捷呢 现在的新车 在内地呢 就卖着大约157万 那就比这个小米的车呢 就贵了7倍 那当然 人家问这个 保时捷的CEO 或者高层也好 问他 喂你怎么看啊 小米这个 苏七的样子啊 那他说 嘿很难说的 设计上的东西 有时可能会是 心有灵犀的 所以保时捷呢 都是期待呢 是一个公平 诚实的竞争 那人家说话呢 已经很客气的啦 不过说真的啦 如果我是一个 买不起保时捷 157万的人的话呢 你强行叫我买一部小米 来作为一个 类似保时捷这样 来令到自己自high的话呢 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咯 就是你问你自己 如果你买不起一个 LV的真袋画 你会不会买一个A货 有些人可以 但有些人真的过不了自己过关 所以呢 就算了 不买好了 因为你始终不是保时捷 就不是保时捷 你的样子 你都不会让你好的嘛 所以今天的股价呢 我觉得小米公司的股价呢 跌是应该的 今天呢 就不算跌得特别深的啦 但是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我会看到他 希望啊 他的股价会继续跌下去 因为呢 见雷军这样的做法呢 又说啥又说啥 其实呢 都做不到什么出来 而且呢 都没有来心思去做 有心思 不会是做一架这样的车 喂 给成一百亿下去的 美元哦 你做些这样子出来 过不过分了点啊 那另外呢 小米不行 那其余传统那五家公司又怎样呢 就是我 经常看开那五家 韦小李 和这个比亚迪 和这个吉利呢 今天全部呢 都不放吉利了 全部都要跌的 那么蔚来呢 就跌得最金 下跌了呢 就超过十个百分点 那创了历史的新低 所以呢 这一排呢 电动车再打减价战下去呢 好 大家呢 就抱着齐齐一锅 这样啊 所以呢 都是血流成河的啦 至于花旗呢 就直接帮小米计算数 他说呢 小米这个SOW7呢 应该可以在四月份里面呢 就可以产量 即是可以交付量呢 大概是四 五千部至六千部左右啦 那么 全年呢 大概呢 就是可以交付五万五千部至七万部 但是他最近呢 就是要不断呢 要加大那个产能哦 那你产能多 是不是代表卖得多呢 那现在市场上呢 消息满天飞 有些就说非常之好的 这个SOW7 那有些呢 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片呢 就说不是那么好的 哪一句真哪一句假 我们不知道 最重要呢 我们都是看数据做人的 好了 那现在呢 有人呢 就这个花旗帮手计算数啦 他说呢 如果看小米 现在这样来看的话呢 可能卖一部就虚一部的 那一部呢 大概平均呢 就要虚六千八百元 六千八百元的人民币啦 那如果真的卖得了的话 又交付到的话呢 可能今次的造车这个业务呢 一共要亏损四十一亿元 哇 那这条数据就算了 是不是 那但是呢 这个中国区的市场部副总经理呢 徐杰云呢 就出来回应 他说 这个信息呢 可能呢 是偏差较大的 那偏差较大是什么呢 是虚得少于你预期啊 还是 根本就是有钱赚呢 那如果有钱赚 起码起码 一定要走出来大大声 告诉你 错的 没有可能一部车呢 是虚得六千八百元的 一定是赚的 那你这样说 市场 就可以释除这个疑虑咯 那你又没有说 你只是说那个偏差较大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也是虚钱啦 只不过可能呢 花旗就估六千八百元 可能就估多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一间公司 是不是要看定些呢 我相信是要的 另外呢 还有这一间公司 相信有很多人都想我说的 就是这个友邦保险了 哇 他又看到不行啊 为什么这一排呢 每天都不停跌 每天都不停跌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现在呢 友邦这个股价 已经创了七年的新低了 那为什么呢 那有消息的 那这个消息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大 我都不知道啊 因为友邦上星期五呢 那个股价已经跌了 创了七年新低了 今天呢 就更加严重一点了 好了 那大摩啦 摩通啦 中金啦 都提及到呢 就是因为呢 在这个保监局和这个联署呢 宣布呢 拘捕了两个人士 而这两个人士呢 涉及这个无牌呢 是转介内地的旅客呢 是购买这个保单的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加剧对这个友邦短线的那个沽压喔 那为什么又没有人走出来澄清呢 那其实那些人说 喂 其实这个拉营的行动呢 未必对这个友邦的业绩呢 是造成实际的影响 暂时来看一下 那但是呢 有些的中金啦 他就说 这样的话 其实呢 友邦呢 可能不是很行的 所以呢 就调低他的目标价21% 就去到74元 神经的 现在在做46元而已 什么74元而已 所以呢 我都觉得这些呢 是奇奇怪的 不过 友邦为什么跌得那么紧要呢 其实 如果你就这样表面去看 因为他市值五千多亿的 不是小数目的 还有他每股资产净值呢 是值28元 那现在46元卖给你 会不会是因为 靠着这个新闻 哎 顺便都是啦 不如做低你了 因为你每股值28元而已 有什么人卖到46元而已 所以如果他继续跌的话呢 又不出奇喔 因为市值大的话呢 你跌多些少 都是应该的 那你看一下 这个友邦的股票呢 其实不是说 今年才开始大跌的 是 今年来呢 是跌得很深很深 突然间的 但是如果你说跌的话呢 其实在2021年呢 是曾经股价超过100元的嘛 跟着呢 一直跌下来的 所以2021年呢 是开始跌的 去到2023年初呢 紧紧守着这个90元这个水平呢 又再跌下来 所以现在呢 就一直跌咯 跌到下去 现在46元 可不可以收到数 就是可不可以收呢 就是不可以再跌下去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 市值还是这么大 每股资产净值呢 又是这么小 那股价如果再跌的话 我又觉得合情合理喔 不过 在这个蓝炒股里面呢 有三间的保险公司 除了友邦之外呢 还有两间的嘛 来自内地的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中国平安呢 就跌穿了三十元的啦 所以呢 就非常之无论啊 那中国人寿呢 比他小银很多的嘛 就是港银公司的那个 市场占有率啦 生意额啊 怎样都 是不及这个 中国平安的 所以中国人寿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再跌了 现在来着的话呢 就是看下他那盘数咯 如果懂得看的 那我们就知道呢 他到底行不行了 那如果不懂得看的话 那就行都不要行 坐定定呢 担担仔呢 就看好过了 这么多间公司里面呢 最抵赞就是这间公司啦 就叫招金啦 这间公司一百一百 那配股啊 当然啦 这一排黄金行的嘛 趁着个市领 当然是出来配股啦 听说呢 他最多呢 会配1.3亿股的新股啦 那相当于扩大了这个 发行股份之后呢 这个数量呢 大概是扩大了 大概是3.9%至4.8% 那其实是很少的而已 那配股价呢 每股呢 就是13个 13个2 那跟上个星期比较呢 就折让了大概是9.7% 所得的款项 大概是想集资17.4亿 那就不算了 特别多啦 都算是OK啦 那所得的款项呢 他一招金就这么说的 他是用来呢 補充公司的营运资金啦 和这个上环这个银行的贷款 那他呢 其实都欠了很多的啦 不过呢 那 金价呢最近就上升啦 所以我都在想着 有些人说 喂 金价会升到上去2700元喔 我说 哇 是就发啦 是不是呢 那我还有些少的伦敦银啦 因为都还没卖完的 但是所剩无几的啦 那如果真的可以升到差不多的话呢 那卖了它 那就了一件心事就算了啦 因为黄金呢 始终说拿来保值而已 但是黄金怎样拿来走来走去啊 是不是呢 除非有大祸事发生 那大祸事未来有什么发生的话 我们又不会去估 也不会估得中 那所以呢 是看到刚刚就卖出去 反正呢 这个伦敦银呢 我赚到呢 最厉害的时候呢 即是现在来算一下 可以赚到三成多的 所以呢 从来都没想过可以这么好的 那即管看下去啦 那这个招金呢 虽然呢 它的配股价呢 是13.2啦 嘿 今天就不幸了 已经跌穿了啦 只剩12.78元 所以呢 拿到新股那批呢 就已经又糟了啦 属于 那这一家公司呢 整家公司市值就330多亿啦 那但是如果我给你看它的盘数呢 你们都要尽量考虑一下啦 那它的总资产有468亿 那468亿里面呢 有34.5亿呢 是属于现金来的 全部都用人民币来计的 但是它的非流动负债呢 就有123亿啦 那流动负债呢 都是122亿 那加上呢 就有成240多亿喔 那所以呢 这一家公司压力其实是大的 集资回来的17亿多呢 相信呢 涉牙啦呢 就勉强可以的 但是呢 就不顶得很久的啦 所以这家公司呢 都叫醒目的啦 那最后要告诉大家 虽然今天跌得比较厉害些 但是呢 我们恒生指数明天呢 就高水62点 不过 62点而已 你都要捱得住才行的啊 尤其呢 我们的美股呢 昨晚已经做得不好啦 纳斯大克指数跌了290点 跌了接近1.8% 那如果今晚再跌的话呢 明天我们对港股呢 都其实不要以期望过高啊 因为呢 你说没有影响就假的 所以现在呢 惨的是什么呢 美股又跌 港股又跌 哇大佬 真是血流成河喔 没有地方走喔 那最紧要一样东西啦 如果你们有买 那些指数向下跌 好像我那样 做少少风险管理的话呢 那输少当赢呢 那就叫做好幸运的啦 好了这一集呢 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九点半 美股正式开始啦 我们不如看看美股有什么进展更好啦 多谢各位